这个就是由翟天玲,熊乃锦,江凯同,魏千祥主演的电视剧《欢乐无双》 这些主演其实都是年纪非常轻的 这个片场自然不会少了欢声笑语 但是我们发现一件事 就是他们都被片场的几样小道具给难倒了 现在这桌上的呢是用到他们的道具 这是传说中的一定 然后这是一两 然后这是一文 然后呢我会去问一下主演们 他们知道一定等于多少文 等于多少两吗 一百文是一两啊 一定我不知道是多少 这个是一两啊 这个是一百 这个是一定银子 分别等于多少 分别什么 这个等于多少 十个啊 知道啊 看看看看看看 一个个都正儿八经的穿着古装演古人呢 但是怎么对钱这样东西这么没有概念呢 不应该啊 就当记者打算傲娇的公布正确答案的时候 有一位程耀金杀了出来 古代的一两银子相当于十六分之一金的 现在的这个银 然后呢 一两银子相当于五百个铜钱 你知道一个馒头一个要多少个铜钱吗 五个 五个 你比较实在 其实就两个到三个 在古代就可以买一个铜钱 五个 哎呦不错哦 看来还是做过一点小功课的嘛 不过必须要悄悄地告诉大家 翟天灵可是临时抱佛脚上网茶的哦 虽然有点小作弊 但是如果你知道翟天灵刚刚被马踢了一脚 怎么也得给点同情分吧 跑出来的时候 我刚刚我们两个拉着他的手到这个马路中央的时候呢 这个马已经到 其实已经到我跟前了 然后那个马低头马的前蹄 踢在我的这个腿上 当时其实没什么事 就那一下感觉没什么感觉 但是可能后面然后就肿起来了 不过半个小时之后 他又生龙活虎了 恢复如此神速 当然是有原因的 除了年轻力壮之外 美人计自然是少不了的 那个角老师是有 一直是我被那个静养的就是男演员 然后因为站不住 一直就听说戏好 比较有一点默契吧 但是基本上都是属于那个翟老师悉心调教 对吧 这是我见过最捧臭脚的一次对话 不问不知道 一问才知道 尊称翟天灵为翟老师的江凯彤 跟他还是青岛老乡呢 一下又拉近了不少距离 翟老师似乎也对小江同学有点更新咯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 没事你可以说不好 挺好的 真的是个很好的女孩 都挺好的 好 谢谢 你好高峰啊 那我再来一遍 同样的问题 我觉得适合娶回家当老婆那种 心里在线 横店独家在频道